孔腔花三年还600万巨债?生病却无药可医。不退休坚守台湾原因让人感动不已。 说到综艺节目,除了考验主持人与来宾的功力,更不可或缺的便是伴奏,而说到伴奏,就不得不提孔腔老师了。 59岁的孔腔是台湾综艺节目艺人乐队的始祖,当时各大节目总是能看见他的身影,虽然很少说话或是露面的机会,但却被观众熟知,因为他非常善于察言观色,了解每个大哥各自的喜好,避开他们不喜欢,不擅长的部分。 这些细腻心思让他在演艺圈中左右逢源。 但随著节目的转型,以及2000年张飞暂退演艺圈,孔腔收入锐减,又碰上和朋友投资公司失败,欠下了600万巨债。 日前,孔腔接受苹果日报的专访,表示在当时能卖的都已经卖了,除了乐器和老婆之外,而除了财产损失严重,更是导致孔腔第二段婚姻失败。 以上图片取字。 苹果日报。 但也庆幸在患难时,遇见了真情,就是现任妻子,小她14岁的黄佳颖,两人最后终于携手渡过难关。 随著年纪越来越大,孔腔的身体状况也没有以前好,不但有所谓的三高,更被妻子发现她居然有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无论轻重,都可能对身体有很严重的影响。 图片取字。脸书。 孔腔。 孔腔。 孔腔表示这种症状没有特效药,也无药可治愈。只能在睡前带上呼吸器,一气侦测到缺氧时,会自动补充新鲜空气。 孔腔。 也因为这样,她渐渐放下生命许多执念,立好遗嘱并将财物都交给妻子打理,看住孔腔肯笑说,老婆是我这辈子最后的恋人。 以上图片取字 苹果日报 而即使孔腔的身体已经没有过去好 但他依旧没有任何退休的念头 他强调自己不是缺钱 因为他奈六百万欠债 早在三年内 透过努力抓住每次赚钱机会 尽量省吃俭用 将其全部还清了 他会坚守台湾的原因 孔腔说 综艺节目的大哥都还在线上活 月 祝 我不能随便离开他们 对我来说是一种道义 当初会让大家知道孔腔 都是大哥给我机会 因此只有大哥的舞台全都彻底消失后 他才会开始考虑退休这件事情 他还分享了自己生活最辛苦时 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 像是导演武宗德的太太 艺人中亚方打电话找孔腔演戏 或是当张飞赞别台湾演唱圈时 孔腔也跟住飞玉青到世界各地参加巡回演唱 他直说 张家真是我们孔家的恩人 一直照顾我们全家 以上图片取字 脸书 孔腔 孔腔一直都努力扮演好绿野的角色 加上细腻的观察力 让他的酬劳从入行到现在涨了20倍 至少7万2起跳 对于电视节目的没落 孔腔却依旧很有信心 他表示 对我来说 没有不景气 努力还是有饭吃 以上图片取字 苹果日报 孔腔真的是非常乐观又尽责的伴奏 也难怪从过去到现在都还能看见他 希望他的身体也能渐渐康康 有机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欢笑 参考来源 参考来源